今天在福州举办的两岸青年人才创业交流大会上 两岸创业人才坐而论道 分享成功创业心得 会上六位两岸青年人才的创业故事 触动了现场的青年学子 大家抓住机会接连提问 也普遍反映出大学生在创业中存在的经验欠缺 传统思想观念的制约 以及资金匮乏等困难 而六位嘉宾有一个共同的理念 那就是创业不能靠一时的冲动 它是一个漫长而精心的路程 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事前的准备 年轻的时候我当然是觉得说要多涉猎一些 就是多方面的知识 那主要是说我觉得英文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 那因为我是觉得很多知识是来自全世界 我觉得要有这个英文相关的基础 其实我觉得你在获取这个知识 你才会比较完整 那再来的话我觉得当然就是多方的涉猎 嘉宾们还表示 并不一定所有人都适合创业 但如果选择了这条路 创业没有方法论 成功唯一的共性就是坚持 但大学生成功创业是一项系统工程 他需要学生学校和政府共同努力 这样才能让青年创业者实现让梦想照进现实的愿景 就算没可能 所以呢 感谢观看